纯金的往事金马车缓缓经过 里面坐着的正是刚受加冕的英王查尔斯三世与王后卡蜜拉 时隔七十年 这是全世界再度看到英国巨型君主加冕 对多数民众来说历史意义更是非凡 慢慢加冕录最重要的典礼这一天 从台湾时间六号下午五点二十分开始 查尔斯三世与王后卡蜜拉 先从白金汉宫途经灵异大道 接受众多民众喝彩 而他们搭的是由六匹马拉融合传统外贸 与现代设备的黑金双色钻鞋马车前往西敏寺 走过灵印大道后会经过海军拱门 接着一路抵达西敏寺 而当查尔斯三世缓缓走进西敏寺 担任荣誉四骑士的长孙乔治 认真牵着爷爷的长袍 后面还有威廉王厨夫妇 以及弟弟妹妹夏洛特与路易 唱诗版悠扬乐声后 依照传统查尔斯三世先被献给人民 以许面向西敏寺四个方位被宣誓为王 与会者接着承诺效忠君主高喊天佑国王 坎特伯利大主教主持下 查尔斯念出君主誓词首案圣经 承诺维护法律与英格兰教会 仪式上所用的十字架 还包含教宗方济各所送的礼物 接着来到整场加冕最神秘的图游仪式 四面屏风将加冕已包围起来 因为查尔斯表示不希望过程公开 圣油将涂在查尔斯的头 胸和双手 装圣油的壶和加冕池 据传也是加冕仪式最古老的物品 查尔斯涂好油换上金色圣袍 座上有超过七百年历史的加冕圣椅 加冕里最高潮就是戴上圣爱德华王冠 查尔斯会被奉上圣爱德华王冠 同样的一样被奉上前的皇冠 这顶王冠也只有在加冕那一刻 才会为君主戴上 查尔斯左右手也分别拿着 象征世俗与圣灵权利的权杖 完成他自己的登基仪式 王楚威廉则代表所有王室贵族 向国王下跪效忠 最后轮到王后卡蜜拉坐上宝座 进行简单的图游仪式 戴上曾经属于乔治武士的王后 玛丽王后的后官 查尔斯三世接着再换上 较轻的帝国王冠 与王后卡蜜拉坐上黄金马车 为整场加冕仪式画下完美句点 而回到白晶汉宫的这场游行 又超过六千名军人参与 加冕仪式上也可以看见 有不同种族的人扮演重要角色 体现新王查尔斯三世 希望英国多元团结的美好愿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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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载TVBS 感谢观看